大家好,我是郭海秀禅 咱们这个视频中年单独解读一下国防军工板块指数 同时附带个股进行点评 那么首先对于国防军工板块指数的话 其实自己也一直在进行观察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的话 其实对于军工而言 从1393.63以来 其实反弹它也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回落一次,回落两次 它也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 这种对应的话 其实从开线结构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属于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盘整结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盘整结构当中 而对于军工除了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开支 包括了像军事现代化的一些武器装备的更新等等 包括了像一些这些基本面的一些因素之外 更多的其实它也容易受到消息面的一些影响 那么对于国防军工来讲的话 其实当前潜在的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声音 什么声音呢 是关于中国的台湾问题 当然咱们不做过多点评 那么对于整个国防军工板块 只说呢 更多的四维什么呢 四维这样的一个大的盘整结构 那么量能的话呢 它也没有明显的方量 那么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 其实更适合 在没有不断的 就是不断的创新低 或者没有给出持续的方量之后呢 突破 更适合呢 更适合以相体的一个视角 或者以这种震荡的一个视角 来把握一些高抛低系的做法 这是国防军工 那么我们再结合呢 分钟级别来去看 好 像分钟级别的话呢 其实咱们前面呢 也给大家去解读过啊 从1393的位置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大的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上 好 盘整上的话呢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而后的话呢 它又给出了 好 这样的一个呢 五分钟的下 好 那么五分钟下过中了 当前它实际上是 只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 线段上 线段上过中了 因为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那么呢 它后面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其实回落 只要说呢 不破前面的低点的位置 那么呢 大概率的还是有机会的 再一次冲高 这是对于国防军工 指数 从分钟结构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观察 当然也可以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划分 例如说呢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反弹 因为这个反弹呢 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突破这样的位置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这是一个 大的五分钟 线段下 然后呢 后面对应的是 五分钟的一个线段上 这是从国防军工 板块指数的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再精选到 个股层面 那么呢 个股的话呢 这里面 因为对于整个板块指数呢 咱们讲的一个逻辑 更适合不断去把握 那么从不断把握的一个角度呢 有两只 个股 做一个技术分析 一个呢 是属于成 飞基层 成飞基层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它从78块钱的位置 跌到14块 三毛八 14块三毛八的位置呢 从日开线的一个维度 实际上它已经是属于一个 日开线级别 下 上 下 上 那么这个呢 下上下 它就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平台 那么这个中枢平台呢 如果说把它作为一个延伸线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下跌之后 构成了日线级别的一个山脉的一个位置 好 而后呢 再进冲高 这是成飞基层 那么呢 用波段的一个视角呢 用咱们前面给它讲到过的 首先呢 它是贴着144点均线 144点均线呢 作为一个 它的一个原则位 而且呢 咱们前面讲到手板绝筋的时候 也给它讲到过 那么它是典型的一个小 金庄采药 涨停 后面的冲高 调整多日不破 涨停把二分之一位 属于金庄采药的位置 那么像这类个股呢 它适合去把握 用波段的视角去把握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在这个位置 其实考验前高 那么呢 我们可以把13天均线呢 作为一个防守线来进关注 因为呢 它已经多日收盘价的 都不破13天均线 那么以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防守位来进观察和跟踪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像杰赛科技 杰赛科技呢 它也属于向国防军工方向的 那么国防军工呢 这一支购物呢 其实它的一个历史走势来讲的话呢 其实从9块3毛5以来啊 从9块3毛5以来 它更多的让它是一种勾建大的一个 超级的底部平台 9块3毛5的位置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的话呢 它实际上从更高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低点和低点在不断的进抬高 低点在低点的不断进抬高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从这个位置啊 低点和低点抬高 高点和高点呢 来进降低 它属于一个收敛三角形的末端 那么今天呢 主演掌停板 那么接下来呢 考验的是方向的选择 同样的 我们当前呢 也是在沿着呢 近期 也是呢 沿着114天均线这个位置呢 进行震荡往上 那么只要说 补破114天均线 那么它是有 咱们前面呢 给它讲到过 就是呢 用114天均线的话呢 周看牛熊 日看强弱 那么这样的个股呢 也可以用波段的视角 来进行观察和跟踪 好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 给它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咱们前面呢 有专门的视频 讲过呢 用咱们牛骨绝晶 这样的一个操盘体系 来进行把握 因为呢 咱们 作为手板绝晶呢 是一个操短线 操短线的话呢 讲究的是效率 讲究的是什么呢 在手板的位置 虽然呢 前面有一个 增长平台 作为一个手板突破 突破的话呢 回落 打为一个绿盘DC 那么平台作为支撑 后面呢 资金的惯性 然后呢 也是属于 属于呢 突破 做的回踩 有个反暴 及的止盈 如果破手板 气扇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 支损位置 作为一个参考 讲究的是效率 那么波段的话呢 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嘛 是一个 一个是股性比较灵活 其次的话呢 大的一个方向 它的属于 处在一个 不管是震荡箱体 还是说是震荡往上的 这样的一个 环涨通道也好 这样的话呢 可能更适合 而对于一些急涨的个股 就属于呢 短时间出现急涨的个股 其实呢 一旦面临挑战呢 它也容易急跌 但是呢 注意这种环涨通道内的 只要说用低吸的一个视角 去把握 它更适合一些 用低吸高抛的策略 来进行操作 好 这是咱们今天 晚上呢 给大家讲 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希望呢 对朋友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同时的话呢 咱们就像咱们 刚才的一个 视频中讲到的 就当前呢 像原油 护签 护涅 护铝 护铜 都是下跌的 然后呢 像胶煤 罗文 铁矿 是呢 下跌之后呢 调整过之后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明天呢 周期方向呢 一定是分化的 那么当前这种范围内呢 一个是控仓位 因为毕竟是属于存量市场 在这的话 对于正看准的方向 看准的板块 以低吸高抛为主 控制仓位 好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 给大家讲到的内容 仅供参考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点赞留言 好 再见